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奴婢死亡并不承担责任 于玄姬为何还是被判了斩刑 最后案件经皇帝复合之后 为何于玄姬仍被处死呢 湖南师范大学于易奕将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悲情才女于玄姬 下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说到 于玄姬因嫉妒责打婢女绿翘致死 立足寻着痕迹找到绿翘的尸体 从而使得案发了 库立金兆颖文章依职权受理了该案 那么案情又将会怎样发展呢 听说著名的才女于玄姬要受审了 整个长安城快速传遍了 特别是那些希望成为于玄姬入目之兵 而不得的商骨和俘虏们 这下他们终于有机会得见于玄姬方容了 因此都早早地赶到府衙门口 观看案件的审理 只见温章端坐在机案后面 大堂上跪着一个美貌的女子 温章问道 你可知罪 不知 于玄姬淡淡地说 温章提高了声音 之前你说绿翘在春雨过后逃走了 那时你为什么不报官 绿翘是我的婢女 我放她走 这难道也有罪吗 还敢狡辩 婢女绿翘的尸体 就是在你的后院花下找到的 你还作何抵赖 此刻 于玄姬不再作声 温章大喝一声 来呀 给我大行伺候 只见一个牙医 把于玄姬推倒 将木杖高高地举起 向于玄姬的身上打去 另一个牙医呢 则在旁边数着用刑的数量 其实中国早在西州时期 就已经开始通过五种方式 来观察嫌疑人的心理活动了 他们将这种方式 运用到案件的审理当中 史称五听制度 所谓五听 其一是词听 要观其出言 不值则凡 是指观察嫌疑人的语言表达 嫌疑人理屈的 则语无伦次 其二是色听 要查其颜色 不值则凡然 就是观察嫌疑人的面部表情 嫌疑人理屈的 则面红耳赤 其三是气听 要观其气息 不值则喘 就是观察嫌疑人陈述的呼吸 理屈的则气喘不云 其四是耳听 要观其聆听 不值则祸 就是观察嫌疑人的听觉反应 理屈的则听觉失灵 需要你反复地来进行是提问 他才能够回答 其五是目听 要观其某子事 不值则贸然 就是说 要观察嫌疑人的视觉和眼睛 理亏的则不敢正视问话人 其实 这些方式 即便在我们今天看来 也是具有心理学依据的 根据唐六点的记载 凡查遇之官 先被五听 这就是说 所有的审理案件的官员 就必须依靠这五种方案 先进行观察 当五听失灵 或者当事人拒不认罪 往往会让司法官 头痛不已 而今天 我们可以通过痕迹 指纹 DNA等内容 来进行比对 获得指控的证据 但是 在南宋提刑官宋慈 写出著名的司法宝典 喜冤极录之前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法医学 因此 审案主要还是依靠口供 那如果嫌疑人就是不说 该怎么办呢 那就打 因为古人相信 人哪 一旦有畏惧了 就会知无不言 但是 这无以给因刑训 而驱大成招提供了可能 唐代立法者 同样会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 就要求官员刑训前 必须先刑训 就是用五听的方式 此外 刑训还必须定下文书 写明拷打的原因 并经主管长官同意后 才能拷训 但若是国家派遣的时 或是不再另派官员参与审讯的 才可自行决定考训 我们再回到于玄机被用刑的公堂之上 文章审案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问几句就大行伺候了呢 善于进行有罪推定的库立文章 显然是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了 他认为于玄机就是杀人埋尸的凶手 因此会下意识地把于玄机所有的反驳 都视为狡辩 所以没怎么询问就上了大行 中国古代判案定罪 主要依靠口供 虽然于玄机一开始并不认罪 但面对库立文章的帐行 弱女子于玄机又能否挨过这一关呢 公堂之上 形形的牙役打了六十下之后 突然停止了 只见于玄机已昏死过去 身上隐约一片血肉模糊 可是温章并没有喊停呀 难道牙役累了 或者是牙役看到于玄机的惨状不忍心了 此时温章倒也没有催促牙役继续行刑 这是为什么呢 从法律的角度 因为唐律虽然规定了刑讯 但刑讯已经非常的规范化和人性化了 具体来讲 首先是刑讯的部位 这样打的部位为背 腿 臀 而且不能只打一个部位 而是三个部位替换着打 其次是刑讯的次数 对于一个被刑讯者 最多只能打两百下 注意 还要分三次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每两次受刑间 必须间隔二十天来养伤 如果不按这些规定来进行刑讯 是要对执行者处以杖刑惩罚的 唐律书役之所以这样规定 除了是尽量避免驱打成招外 还是担心把嫌疑人直接打死了 对于弱女子于玄机来说 再打下去 肯定是经受不住的 因此 尽管温章并没有喊停 行刑的牙役也不敢继续打了 温章吩咐 牙役先把于玄机收监了 守在门口的老百姓见审讯结束 就一哄而散了 二十天以后 温章又升堂审案 由于于玄机一案 并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 而于玄机又总是不开口 于是又打六十仗 如此再三 终于在第三次刑讯时 瘦弱的于玄机再也扛不住刑杖 承认了绿窍 就是自己因嫉妒而斥打死了 温章拿到了他想要的口供 在温章的杖刑之下 于玄机招供了 虽然于玄机杀逼你的事实 疑点重重 但是在主审官温章看来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于玄机即使真杀了吕章 但根据唐律的规定 主人惩戒奴婢 过失致使奴婢死亡 是不会被判刑的 也就是说 于玄机应该不会为此承担责任 文章接下来 会如何给于玄机定罪量刑呢 湖南师范大学于义将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悲情财女于玄机 下集 根据唐律规定 主人责罚奴婢 应过失直起死亡 主人应当免责 但主人如果有预谋杀奴婢 若奴婢有罪 主人应当被判处 仗刑一百下 若奴婢无罪 主人应当被判处 徒刑一年 也就是被收押 从事劳动一年 从上一集 我们讲过的情形来看 律翘受到于玄机的斥打 主要是于玄机怀疑律翘 与陈岳师有私情 在质问律翘时 律翘顶了嘴 于玄机对律翘斥打 从主观上 到底是要小惩大戒 还是因激愤动了杀鸡 有预谋来杀律翘 这是不好判断的 即便如此 依唐律 于玄机要么被判免责 要么被判徒刑一年 但都罪不至死 可是诡异的情况出现了 文章深思熟虑之后 竟然判了于玄机死刑 这就不得不让人沉思了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 其一 律翘的身份 可能不是婢女 而是平民 那么于玄机杀平民律翘 则是需要偿命的 关于于玄机 《唐才子传》中仅记载了 其部分试迹 但非常简样 对于绿翘的身份并没有说明 对该案进行详细记录 还是在那个《三水小毒》 《鱼玄机赤壁绿翘智鲁》一文中 《三水小毒》是如何表述绿翘的身份的呢? 文中表述为 一 女童曰绿翘 一 名慧有色 注意 这里对女童的解释 可能是指身份 也许绿翘是作为嫌疑官的小道童 为女道士于玄机干活的 因为在唐代 是允许孩童进入道观的 只是没有道集而已 因此 从身份上来讲 应当是平民子弟 如果绿翘是平民子弟 那么于玄机将绿翘打死 被文章判处死刑 就合法合理了 但是《三水小毒》 从文体上属于传奇小说 对传奇小说的表述 我们能否相信呢? 中国人爱看小说是有传统的 看小说时 我们绝不会认为 孙悟空是真实存在的 可大家都知道 唐玄藏却有其人 因此 小说的内容可能半真半假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对西游记的喜爱 因为小说里 有中国人理想化了的真情 在中国历史上 小说这种文体 趋于成熟 是始于唐代 宋代文人洪迈就曾说过 唐人小说 不可不熟 小小情世 七晚欲绝 寻有神欲而不自知者 与诗虑可称一代之奇 这段话表明 红迈将唐传奇与唐师相提并论 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时光回到圣唐 随着长期的安定社会生活 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 如长安 洛阳 扬州 成都 等一些大城市 他们人口众多 经济繁荣 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上流社会 文娱生活的需要 民间的说话 也就是讲故事的艺术 就应运而生 到了唐代中期 传奇小说 已从最初的谈神说怪 转向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 他们源于真实的生活 同时还加入了作者的情感寄托 通过传奇小说 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各阶层的民事生活 法律观念 普遍价值 于玄姬被处死 在唐义宗贤通十二年 即公元八百七十一年 而三水小毒的作者黄甫梅 曾于公元八百七十三年 当过地方官 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且于玄姬又在当时文明辖尔 事件中的人物又大都健在 因此作者无法从结果上 过分去夸大于玄姬一案 与现实出现强烈的偏差 这点可以从历史学家公认的 官修编年题史书 资质通鉴的记载中相印证 如于玄姬嫁给李毅当妾 再嫌疑罐出家等等 所以三水小毒中于玄姬案件的 很多事实还是可以相信的 但是由于三水小毒记载的 绿窍身份是女童 这里女童其实还有另一种理解 女童可以是指年龄 这样解释就说明 绿窍是个女孩子还未成年 未成年的女孩子绿窍 在道观中跟随于玄姬 并服侍她多年 所以就可以认定为是婢女 由于学界普遍认可这种解释 认为绿窍的身份是同奴 即奴婢 所以也就有了第二种分析 其二 绿窍就是奴婢身份 最早明确记载绿窍为奴婢身份的 是五代十国时期 孙光线北梦所言 于玄姬一文 文中说 于玄姬竟以杀士弊 为经兆尹温章所杀 这也是学界认为绿窍 是婢女的主要证据 孙光线生于公元901年 据于玄姬执行死刑时 仅相差30年 因于玄姬在文坛名望其高 故笔记小说北梦所言 也是具备一定可信性的 但如此一来 就要坐实库立文章 枉法裁决了吗 其实在我看来 倒也未必 一来 因为北梦所言归根结底 还是一部小说 小说与史实出发点 不会完全相同 小说以故事来进行教化宣传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有时会杜撰情节 其中 有可能是作者为了强调 于玄姬被处死的 那样一种强烈冲突感 尽管在此之前 三水小毒中 对绿窍身份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 但作者仍然选择了 绿窍是婢女这一判断 二来 即便绿窍就是婢女 虽然身为主人的余玄姬 依照唐律罪不致死 但库立文章仍然有可能 是依法对余玄姬进行的惩罚 不要忘记 文章是酷立 喜欢重刑 这从其处事风格就可以判断 但是只要仔细研究 就会发现 文章虽然用刑很重 但都是依法处罚 完全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司法 如果绿窍的身份就是婢女 根据唐律规定 余玄姬是不应当判死刑的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 唐代的死刑复合程序 已经十分完善 最终 如果把案件交到皇帝的手中进行复合 就势必有可能推翻原判 不仅如此 如果皇帝怪罪下来 文章还有被罢官 甚至被处死的危险 文章再如何冷酷 也不会拿自己的仕途和生命开玩笑 因此 让文章判处于玄姬死刑的理由 只有一个 那就是皇帝的授意 要知道 经兆隐不同于普通的地方官员 没有山高皇帝远 信息隔绝的困难 在天子脚下 文章是可以请示皇帝的意见的 在古代 皇帝的意见 那就是最大的法律 权衡再三后 主审官文章对于玄姬判处了斩刑 根据死刑复合程序 文章将案件成交给了唐一宗 此时于玄姬案 已经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 因为于玄姬交由甚广 朝中不少同情他的文武大臣 纷纷向皇帝请求赦免于玄姬的死罪 但是唐一宗并没有理会大臣们的求情 仍然通过了对于玄姬的死刑判决 唐一宗为什么要执意处死于玄姬呢 湖南师范大学于玄姬将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悲情才女于玄姬》下集 唐代的帝王受道教宽有文化的影响 往往会对死刑犯进行赦免 更何况于玄姬还是女道士 又有那么多官员为之求情 在情 在礼都是要赦免死罪的 但意外的是 这次唐一宗竟然同意了对于玄姬的死刑 对此怪异之处 有人曾引用新唐书 对唐一宗的评价来进行解释 说他昏庸无能 但是在我看来 这里或许正是那个玄姬 初唐时期 唐代的法律还是采取慎形化 清形化的思路的 但经历了安史之乱后 黄泉积极可危 正所谓乱世要用重点 君主希望通过用重刑来恢复黄泉秩序 此外 黄泉道教一体 虽然于玄姬身为女道士 就更应受到赦免 可由于于玄姬本人的行尸作风 与一个合格的道士相去甚远 对道教的清语多有影响 但按照唐律又无法治罪 所以君主正好借此机会 达到整顿代表皇权形象的 道教秩序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 朝中文武大臣纷纷向皇帝请求赦免于玄姬的死罪 这其实是动了皇帝的逆临 尽管李唐一朝对道教关爱有加 但由于李渊 李世民等人都曾借助道教问鼎皇权的前车之鉴 后世的皇帝是很反感道士与朝臣结交的 此次有这么多大臣来求情 这足以说明于玄姬与官员贵族结交颇深 这也是唐一宗深感不安的原因 故宁愿将错就错 将于玄姬除掉 尽管三水小毒和北梦所言 都没有明确说文章是否枉法裁判 但如果是枉法裁判 起码唐一宗是完全有机会来纠正这个错误的 从结果来看 显然唐一宗放任了这个错误的继续 站在君主集权的角度思考 最大的可能 那就是皇帝并没有认为这是个错误 库立文章这次是替皇帝结结实实背了一回锅 于玄姬杀必女案到这里 咱们就讲完了 尽管该案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来看 犯罪动机上认定存疑 证据获得上存疑 事实认定上存疑 法律适用上存疑 如此多的疑问 就意味着杀死绿翘的真凶啊 可能并没有伏法 无论这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也都伴随着于玄姬杀被处死 而尸沉大海了 但是即便如此 该案仍然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首先 当时的婚姻关系当中 并没有平等的两性关系 这是于玄姬杀积走上极端 并导致悲剧出现的重要一点 尽管于玄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是对封建礼教之下女性意识的觉醒 这无疑是了不起的 但是从核心关键来讲 她的悲剧又是必然的 于玄姬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外表上看 既没有原则 也没有纲领 更没有主意 还没有组织 仅仅是一些不走寻常路的想法 完全是个人行为单打独斗的反抗 其次 特权的存在 是于玄姬悲剧收场的决定因素 于玄姬这样一个耿直女孩 她的性格必然会得罪官吏 即便于玄姬不因责打 律翘致死案获罪 最终也会因其他案件 或因自己的行为冲动过街 或因官吏栽赃陷害 以悲剧收场 因为在那个时代 有个性不为上的人 最终是难以获得善终的 最后反思整个案件时 当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 就会发现 为于玄姬求情的官员 竟然对律翘的生命 是如此的看清 这无疑是婢女律翘的悲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假如于玄姬赤煞律翘一案 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 绿翘的身份就不是婢女 那 反而是温章的判决 恰好实现了 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 如果绿翘的身份是婢女 那么 温章虽有枉法裁判之嫌 但是对于死者绿翘来说 恰恰是温章这一枉法裁决 意外地实现了公平正义 文武官员们的求情 正体现了身份制社会 认为绿翘 殷勤 人微言轻 无足轻重 死了也白死 站在普遍正义的角度 温章的判决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于玄姬杀壁女案 其实深刻地反映出 晚唐法治一改圣唐时 理律合一 宽简适中的特点 逐渐偏向了重型主义思想 这也预示着晚唐君主治理手段的失灵 滑向了深度人质的深渊 库利文章 在审理于玄姬案件的第二年 就因为收受他人的贿赂 东窗事发 竟主动选择服毒自禁 大概就是这一判断 最好的注脚了吧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应该怎样处置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 同盟国各国的意见并不同意 最终是怎样同意组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在下期节目中为您讲述第一集 通向审判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